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特兰克时的头发长这么长了 但是贝基塔的头发发的一点变化都没有 贝基塔见识到成种赛人的发型从出生就定型了 所以贝基塔的发型再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可是奇怪的是贝基塔小时候是有刘海的 拿巴年轻时是有头发的 只能说成种赛人也面对头发的问题啊 贝基塔的M字头就是头发的前兆吧 拿巴将会是贝基塔以后的模板 在龙珠超第六宇宙片中 悟空和贝基塔在和第六宇宙开战前 也是到了晋升时间屋进行修炼 等他们出来之后 他们的头发也是没变 看来贝基塔说的成种赛人的发型 是不会有太大变化是真的 但是他们还是长了一脸胡须 我说啊 之前在精神时间屋出来都没有这么夸张的胡须 这次是在搞事情吗 成种赛人的头发特征 并没有遗传到混选赛人的身上 悟饭 悟天和特南克斯的头发 都没有遵循成种赛人的发型再生长 先说说悟饭 悟饭是有一头跟悟空一样的黑发 但是跟悟空不同 悟饭在龙珠里是最多发型的角色 想换新造型就换新造型 就是这么随性 悟天的头发是跟悟空最相的 基本就是同一个发型 但是悟天的头发是会长长的 悟天长大之后 发型就改变啦 这也是必然的 不然悟空悟天 傻傻分不清楚啦 再来说的是特南克斯 特南克斯的发型是最不赛人的 遗传不而马的细细长长的发质 而且特别容易长长 要不是特南克斯的变成超级赛人 我看贝吉塔应该觉得这是亚木查的儿子吧 当赛人变成超级赛人的时候 头发会从黑色变成金黄色 而且头发会竖起来 可能是因为太生气啦 完全印象了什么叫怒法重冠 悟空第一次变成超级赛人 是在弗莉莎杀了克林的时候 当时悟空真的气爆啦 突然间就完完全全变了另一个形态 那一头乌黑的头发竟然竖起来还变了颜色 从科学的角度我们很难说明 为什么黑发会突然变成金黄发 一个亚洲人为什么突然金发鼻眼 原因很简单 从作者的角度来说 这次黑发变黄发 就是为了圣墨水 没想到这个偷懒的举动竟然大手欢迎 悟空变成超级赛人 整个就高级起来 龙珠人气在当时也是蒸蒸热上 就是这个金黄发不知彼岛当时多少少年啊 然后我们再说说贝基塔吧 贝基塔的超级赛人头发也是金黄色 但是他原本的发型就是竖起来的 所以只是黑色头发变成金黄色头发罢了 就是贝基塔的变身缺乏那种新鲜感 头发编编颜色 也没太多造型可弄 特南克时的超级赛人形态也是比较特别 他细细尝尝的紫色头发 变成了粗粗的金黄色头发 其实也是相当帅的 对吧 乌饭是龙珠中造型最多的角色 他的头发有长有短 超级赛人形态也是非常多样 在精神时间无修炼时 乌饭的超级赛人黄发就跟超山头发一样长 然后悟空帮他剪了头发后 黄色头发的超级赛人 加魔服装扮的乌饭超帅的 只可惜就是当不上主角啊 其实超二是超越了超级赛人的超级赛人 听起来很绕口 其实就是超二啦 悟空当初在胖不翁面前表演变身的时候 从超一变超二 巴比迪就忍不住吐槽啦 光是变身有什么厉害 其实也没变多少 是的 其实超二真的没有变多少 只是更生气啦 头发更素质啦 更怒发重灌啦 乌饭第一次变身超二的时候 发型更树立啦 头发更尖啦 好像发生更金啦 但是有一撮刘海掉下来啦 可能这一撮头发是为了帅帅吧 老实说超一和超二的发型没太大变化 悟空的状况更不凡一样 超二就是更金更尖 加一小撮刘海 而且会翻白眼这是有多生气啊 超级赛尔人3的发型就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超三第一次登场 是悟空拖延胖不翁才变身的 当时悟空鬼后鬼叫 就爆出一个超三形态 超三的头发一样是金黄色 但是发量突然变多了 感觉更像一个庞克摇滚歌手 超三的头发造型就像超二眉剪头发 留了五年的头发发长过腰 悟空的超三一样保留的那一小撮刘海 看起来就很酷 再加上超三不知道为什么眉毛就不见了 可能营养都跑去了长头发吧 没有眉毛的超三眉骨深邃 看起来就比其他形态的样子更凶了 除了悟空之外 悟天克斯是唯一一个在原创故事中有超三形态的 一个小屁孩虽然都是庞克摇滚造型 但是悟天克斯的超三样子 感觉就没有那么凶神恶煞 出来搞搞笑也是蛮可爱的 超级赛亚人之神是笼住神与神中的新形态 跟其他赛亚人形态不同 超神拥有神之气 这种气是没有办法被一般人感知 超赛神的发型就是一个没有新意的发型 悟空原本的发型但是变成红色 其他超级赛亚人形态的瞳孔通常是绿色的 但是超赛神的眼睛像是戴上了红色的瞳孔放大片 这应该是所有超级赛亚人形态中 瞳孔最大的一回啦 身体变瘦而且变白啦 在电影《布罗利》中 贝吉他也是有超神形态的 发型一样没变 只是头发变红 还有必须强调 贝吉他这个硬汉也戴上了红色瞳孔放大片 我个人觉得超赛神基本没有什么造型设计 只是头发颜色变红 如果不输 应该很多人没有注意戴了瞳孔放大片吧 超级赛亚人蓝 其实他的名字有点长 超级赛亚人之神超级赛亚人 看到这个名字应该会下跪吧 到底在说什么 其实就是以超赛神为常态 再次突破为超级赛亚人的形态 还是听不懂吗 没关系 我们都叫超蓝 超蓝也是一个特别没有创意的变身造型 如果说超赛神没创意 那超蓝更没创意 超赛神好歹也有瞳孔放大片 超蓝就是超一的造型 然后头发颜色换成蓝色罢了 还有瞳孔颜色也换成了蓝色 这就一个变身了 能掌握这个形态的有悟空 贝吉塔 贝吉特 悟吉特 其实就是超一换的颜色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介绍了 说到了超蓝 那当然要提提超级赛亚人桃红 这是黑暗人所独有的形态 就是黑悟空的独有造型 因为神的灵魂与人的灵魂不同 所以会变桃红色 比超蓝更强的形态 造型上就是超一的粉红版 发型是超一的发型 发色眉毛都变成桃红色 还有扎马师和黑悟空的合体扎马师 也是超一的发型 因为合体啦 发型懒的设计就换颜色吧 就这样合体扎马师的发色就变白色啦 留给赛亚人的颜色真的不多啦 悟天克斯是悟天和特南克斯的融合体 他的发型好像不是悟天的发型 也不是特南克斯的发型 更像背其他的发型 头发尖尖M字头 但是悟天克斯的发色是很特别的 他并假那边的头发颜色 是沿用了特南克斯的紫色 其他头发就是黑色 悟天和特南克斯的头发颜色 本来就不一样 这样分配也说的过去 就是有点非主流 再看看贝吉特 这是悟空和贝吉塔的耳环融合体 他的头发颜色有些特别 在龙珠系是黑色的 在龙珠超是褐色的 他的发型沿用了贝吉塔的发型 刘海方面就跟悟空的尖尖的刘海差不多 说了贝吉特 再说另一个融合体 贝吉塔是悟空和贝吉塔的另外一个融合体 发型一样融合了悟空和贝吉塔 悟吉塔的发型跟贝吉塔差不多 刘海的话就有点像悟空的超二的刘海 其实贝吉塔只要通过融合 就能感受到有刘海的感觉啦 龙珠超悟空开启了新境界 自在吉异宫 这并不是赛亚人的形态 而是一种境界 为了区分跟普通状态的不同 造型当然要改一下 自在吉异又分为自在吉异兆和自在吉异宫 两个阶段 自在吉异造的头发 显现银色线条 瞳孔变成银色 如果达到自在吉异宫完美状态 头发会变成全银色 还有不得不提一下 自在吉异宫的悟空也是有头戴瞳孔放大片的 为什么自在吉异的状态是银色 我想这可能是与天使有可能 我们都知道维师是已经掌握了自在吉异宫的 而且非常熟念 看看维师的头发就是银色的 而且各个宇宙的天使也是银色的头发 再看看天使的头发和眼睛 是不是跟悟空还有点像呢 所以维师该不会在常态中都维持着自在吉异状态吧 龙珠中布罗利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实在太强大了 按理说悟空和贝奇塔在维师的指导下 成功踏上神之领域 可面对布罗利时就跟小朋友一样 布罗利在普通状态跟其他纯种赛亚人是一样的 顶着一头黑发 但是只要变成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 布罗利就会变成一头绿发 从头绿到脚就是在说传说中的赛亚人啊 既然这么绿了 当然要很生气 所以布罗利在这个状态下 全程翻白眼 头顶发绿当然要生气到翻白眼 这是很合理的 另一个有这种约是超级赛亚人形态的 就是第六宇宙的凯尔 他一样变成这个形态就非常残暴 头发也是很绿 生气到翻白眼 但是凯尔到最后可能习惯这个形态 瞳孔居然跑出来了 但是力量方面还是翻白眼状态比较强 只可惜翻白眼状态是一个不受控制的状态 敌人有去都乱攻击 因为头顶发绿了嘛 当然生气到敌我部分啊 最后还是说说非原创的超市吧 超市其实还蛮有设计感的 但是他的设计就跟传统的超级赛亚人有些不一样 超级赛亚人式的头发 没有产生多大的变异 会长长 但依旧是偏黑色的 悟空变色后的头发是纯黑色 背起他变身后 有黑色中略带一点红色 融合再是不及他的 却是深红色头发 至于为什么是深红 没人知道 超市形态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所有人的超市形态 瞳孔颜色都不同 悟空的超市形态 瞳孔颜色是金色 背起他是绿色 悟起他是蓝色 还有超市的眼眶 都有一层红色的眼皮 我刚看到的时候 有点感觉超市是不是都在熬夜不睡觉啦 这个红眼眶超像黑眼圈的 很多人说留给赛亚人的颜色不多啦 其实照我看来 留给赛亚人的颜色还很多 不幸 你看看色物 应该还剩几百个颜色吧 看来赛亚人还能有很多发色 好啦 本期内容到这边已经差不多啦 在影片还没结束前 记得留下你的钟机 订阅分享点赞 我是孟小佳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